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警察的高級警官又再爆發醜聞 繼助助理警務處長陶暉以後 這次又輪到另外兩名外籍高級警官 分別是莊定賢和韋華高 先講一下莊定賢 到底他在警隊裡擔任什麼職位 原來他是總警司 嚴格機動部隊的校長 他在過去干犯過什麼惡行 在反送中的示威期間 帶領速龍小隊多次武力制壓示威者 照計他畏高權重又做到校長那麼厲害 應該是屬於香港的法例之系 到底他是涉嫌干犯了什麼問題 蘋果的記者去到他位於西貢田遼村的那間村屋 進行過實地視察 發現得到 原來這個莊定賢涉霸佔了 200平方呎的官地 劃為私家的花園 而且裏面擺設了很多物品 又種花種草 又擺梳化 又擺桌 又擺玩具 又擺一個直立式暖爐 當正是自己的 私人地帶一樣 但實請查官契就知道 根本上你那間屋的範圍 就是那間屋那麼大把 你怎麼能夠走去圈地 那間屋什麼年代 清朝 都愚蠢 這樣也未算 他在另一座空地 利用香港警察的雪糕桶 去霸車位 去泊車 別人的記者都已經查過 那個車輛 真是屬於莊定賢的名下 報稱的住址也是西貢田遼村 那就沒有錯了 到底你為什麼可以利用警隊的工物 走去協助你私人來霸車位 喂 你那個村屋那塊地是這麼多的 你怎麼能夠左霸右霸 生霸死霸 這些是什麼行為 你當自己土豪劣身 好了 朱凱迪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 查過這個地理資訊地圖 就發現 那兩百呎的私人花園 和那個所謂的車位 全部都是官地 這一批地 只有那間屋 是屬於私人範圍 其他全部都是政府土地 換言之 他很大可能已經涉嫌 違法霸佔官地 喂 那你這個警務署會不會查一下 地政會不會查一下 民署會不會查一下 那麼多部門那麼喜歡執法 那麼喜歡去清洗連儂牆 這個就要嚴正執法 又說香港是法治社會 哇 你真是厲害 只是8個私人花園 200平方尺 你知道很多人 都沒有住200平方尺 那麼多 是不是 你出去看看市區的劏房 環境多麼惡劣 住劏房那些 撞到頭的 那些露架床 站起來 真的 200呎私人花園 那麼疏忽 真是離譜 那時候你搞什麼 香港 香港是 不喜歡做翻規 這些人 沒有人保你 現在香港真是好笑 好了 再說 這個 叫做韋華高 韋華高有什麼呢 他就是這個新界北的總區警司 豁胡行動 那麼這個韋華高 就乾犯過什麼惡行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在一個後巷的樹 是不是有些市民影到街上 明明就看到一個警察用腳踢 這個 守護孩子的成員 韋華高就說這個人 是Yellow object 所以 後來 市民才要約清 警察 叫做Green object 就是從這個韋華高而起 好了 韋華高就被指控涉嫌乾犯一些什麼問題 對了 被記者去到他那個西貢大洞村那裡 就拍照 只是拍外觀 就發現得到 喂 原來你那層村屋 村屋就明明了三層 三層以上 全部都是僭建的 蘋果的記者 就不單止去到現場那裡進行實地視察 而且還拿了航拍機出來 拍一拍到你的天台 是搞什麼 好了 就發現得到 原來他的天台 涉嫌僭建 有個五百尺的疑似玻璃屋的物體 是密封的 而且在二樓那裡 又是那個露台 又密封了 好了 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牽涉到違法行為呢 是不是 你封露台 你不要算了 你只是四樓那個 什麼天台屋 就已經是有問題了 是不是 那時候林鄭做發展局局長 就說要嚴厲打擊和取替 這些鄉村的丁屋的僭建 那你有沒有去登記 韋華高 警司 是不是 經常標榜香港警察 嚴正執法 是法治的捍衛者 那時候你買了兩層的單位 連同天台 在上面再整個玻璃屋 天台屋 就為之是捍衛法治嗎 啊 這些東西為何沒有人去執法 這麼空閒 你真是離大譜 只是懂得走去動那些示威者 有這個Yellow Object 那個什麼Object 那你天台四樓那個是什麼Object 啊 天台可以加那麼多東西嗎 你不如起到幾層 你真是傻 這些東西一定要查查 到底他這個是什麼行為 喂 以前 行政長官 梁鵬 都說要拆翻他 是不是 曾經參選過行政長官的 這個唐英年 在泳池底那裡有個什麼地咬都說要封了他 那當時你香港警察是不是有特權 為什麼你可以多建一層 那個天台屋是什麼來的 有沒有入職的請問 都離大譜 這些要查查 香港警察什麼時候開過檔案查 地政會不會查 還是誰查 還是沒有人查 真是香港法治 真是在做夢 好了 現在就好笑了 這些人被報紙揭發他們的惡行 是不是 涉嫌干犯很多問題 只不過 特區政府那班的高官和警察部 乃至那班建制派的議員 竟然沒有一個出來抱這班外籍警司 當然 這就是牽涉到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選舉近了 一隻二隻要顧著選情 那時候 你這壇污水 他擠濕了我自己的身 豈不是會拖累我自己的選情 是不是 那麼難得要向中央報告 就說要以疫情來扭轉選情 是不是 一次過就派成兩千多億出去 要收買人心 穩住選情 突然之間你這三個死產被揭發 涉嫌干犯了這些問題 沒有人出來抱你 沒有人出來照你 連警察部都說不作評論 至於那班建制派的議員 集體默不作聲 全部變成沉默之聲 阿勒上身 我看不到我看不到 那就可以不用評論 是不是 所以記者都可以問 這班建制派的議員 怎麼看 當然他就會出來說 廢話 已經交了去調查 不作評論 就說廢話 那為什麼 你不叫那些部門 去嚴正執法 青年農場 這麼積極 你不清 那些私人花園 不清 天台屋 所以這班傢伙 為了選情 完全就不會抱這三個傢伙 這是可以肯定的 至於那些藍絲 也是好笑的 全部都不懂得反應 好像輕機一樣 到底應該怎樣來評價 這三位外籍的高級警官 應該說 香港警察 樹大有夫之 俗大有乞兒 出了這三個警官 應該要拿去秉公來扮你 應該要拿去 嚴格地去調查好 還是要力撐這三名高級警官 就說他們被黃媒抹黑 由於藍媒對於這些消息 甚少報導 不說就好 你以為是很慶祥嗎 所以那些藍絲 一於就當看不到 當沒有發生過一樣 總之就臭屎密蓋 一於小理 十足活在一個平行時空一樣 話說你外面的市民 怎樣來講 他們 就裝聾辦啞 一於就不表態 除非收到命令 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 那些藍色的網媒 人家真的十分團結 說不講就不講 對於你這些 陶輝 莊定賢 韋華高 一於當他沒有到 一於當沒有發生過一樣 不評論繼續去說美國什麼什麼 所以他們那種團結性 就真的很厲害 好了 至於這三名外籍警官又怎樣 他們當然是巴之閉 離鄉別井走到香港當差 九七之後還說要留在這裏 所以他們現在 已經是兩面不是人 是不是 在香港又遭到市民的唾棄 因為他們過去在這個反送中運動當中 所干犯了很多惡行 剛才我也已經陳述過了 至於他們在家鄉又怎樣 照樣就被人貼街招 批評他 整條街都是貼滿了他的樣子 貼了他的惡行 貼了他的QR Code出來 就讓別人上網看看他的片段 到底在香港他是干犯了什麼 你想伊錦還鄉就難了 到了退休那天回到去都不知道怎樣面對那些江東父老 分分鐘被人用掃把鵬斜尺 去哪裏退休好 去大灣區 這一節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